第十一章 经济维权者的悲剧 第三节 上海的经济主义和反经济主义 上海是工人集中的城市 也是闹经济主义比较集中的地方 在上海 最先提出经济要求的 也是没有稳定职业的临时工 合同工 和外发加工的外包工 接着是大饥荒年代被迫回乡的上海职工 以后又进一步发展到支援内地的职工 和文革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 在上海的造反组织最初名为 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不久 为与全国这类造反组织统一 改为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他们要求享有职业保障 工厂不得辞退临时工 合同工和外包工 要求取消临时工合同工 外包工用工制度 要求与全民所有职工人在政治上 经济上同等待遇 一些在文革中被工厂辞退了的临时工合同工 要求恢复工作 此类人员召开大会逼着干部签字 在江青1966年12月26日接见全国临时工外包工造反组织代表 并且表达同情的讲话传到上海以后 临时工合同工的造反活动达到了高潮 大批被解雇的临时工合同工 纷纷回到工厂要求复工 上海在1961年到1963年 共精简国营单位职工31.2万人 其中18.3万人回农村 12.9万人到上海城镇街道 当年精简城市职工时 其他地方的精简对象是1958年从农村来的新工人 上海是老工业城市 1958年的新工人不多 不得不将很多老工人当成精简对象 到1967年初 当初被动员回农村的18万人中 有5至6万人回到了上海 他们提出 我们要饭吃 我们要复工的口号 那些当年被辞退到上海街道城镇的12.9万人 虽然以后有一半左右陆续进了小集体所有制的 理弄生产组或者街道工厂 但他们也要求回到全民所有制或大集体所有制的原厂工作 60年代上海为减轻就业压力 曾动员许多当时被称为社会青年的无业青年 和刚从中学毕业的学生 去上海交线农场或者远在新疆的农场工作 这种动员大多是半强执行的 文革中他们也大批返回上海 要求将户口迁回上海市区 不愿再待在艰苦的农场或者边疆 如上海交线的长兴岛 各农场共下乡青年有一万多人 跑得只剩下一百人 文革前为了搞三线建设 上海一批职工被调往内地 现在这些职工也返回上海闹户口 仅仪表化工机电一局三个局之内的 两万六千名职工中 有两万人返回 在国有企业里 有些单位认为 过去评定的工资级别不合理 有些单位的职工提出 本单位的领导在过去加工资时 没有按照有关文件办理 压低了工资标准 因此要求按照当时的文件 重新评定自己的工资级别 并补发这些年的差额 如上海圆珠笔厂的工人 提出过去评级不合理 要单位领导同意将 凡工资低于1963年 该厂平均工资的 一律提高到平均工资水平 并自1963年开始补发 共补7万多元 国务院规定 学徒工的学徒期限 可以依工种的反减 分为技术工三年 熟练工两年 上海却一律规定为三年 学徒工没有工资 只拿18元的津贴 正式工起点工资 便是42元 而一些学习技术工的 被分配到熟练工的工种 这部分人纷纷要求 缩短学徒期 并且补发工资差额 上海第二商业局1967年 曾经补发工资63.7万元 主要便是用于 学徒转正期三年改两年这一项 上海港务第四装卸作业区 为此一次性补发近4万元 平均每人补发300至400元 有的近千元 面对各类人员 越来越高的经济要求 各级干部处于两难的困境 签字同意各类要求 不符合过去的政策 但若顶着不签字 又可能激怒群众 使势态扩大 还可能被扣上 和革命群众对抗的帽子 为了缓和矛盾 上海市委在1966年11月中旬的 安庭事件后不久 同意将上海交线的 一工一农回乡工人的收入 从与生产队四六分成 改为100%归回乡工人 11月22日 中共华东局代表 华东局工业办公厅主任黄宇琪 与上海市劳动局副局长 于永时签字同意 临时工外包工的六项要求 11月23日 上海市劳动局局长王克 在织农回乡工人的要求上签字 市劳动局将两份签字的协议 于12月2日作为正式文件下发 11月29日 上海市委成立了 以副市长宋日昌为首的 劳动工资接待小组 1966年12月11日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匹显 主持市委会议 宣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的指示 现在很被动 要争取主动 对他们的要求要尽量解决 12月15日 市劳动工资委员会向中央打报告 希望给予明确答复 12月26日 在得不到中央明确指示的情况下 上海市委制定了 在与群众协商时 几个具体问题的战行处理意见 共7条 内容不但包括临时工 外包工等的工资福利 还包括全民和集体所有制职工的劳保待遇 并驾 产驾 工资 学徒期限 交通补贴等等 1967年1月1日 市委副书记 市长曹迪秋 在有关会议上传达了 市委第一书记陈匹显的意见 经济问题 放松些 不要顶 会上讨论了五条 第一 1958年以后 精简下放的工人 全部回原厂安排工作 第二 社会青年要积极安排工作 第三 街道工业 可以先戴国营的帽子 适当增加劳保福利 第四 交线五类地区的工资 可考虑升到八类地区的标准 第五 长期临时工和外包工 改为长工 第二天 市劳动局 又配合市委的五条规定 制定了两个具体的方案 并且将方案向下传达 市委领导的让步 激励了为权益造反的工人们 他们迅速抓住了这个机会 寻找各种理由与当权者谈判 几天之内 这股风便迅猛地席卷了 几乎所有的工厂和企业 所有的局长 处长 科长都成了宝贝 被人们争先恐后地抢来抢去 逼着在各种经济要求的纸条上签字 仅铁路局全局 自1966年12月21日到1967年1月9日 共签了63份工资福利协议 总金额达3050万元 干不让步 工人们得到了一些利益以后 就提出了更高更多的经济要求 许多工厂和生产单位 人们无心工作 日夜包围着各级干部 进行各种经济谈判 上海海港近6000人 离开生产场所 至使1967年1月上旬的日装卸量 从日常的9万吨下降到了3.5万吨 其他单位也出现了生产下降的情况 由于给这些造反者发放种种补贴 1966年12月底至1967年1月上旬 上海所有的银行门前都挤满了提款的人群 最多的一天支出的现金是2800万 由于提款数量大 单位多 上海各银行的现钞几乎被挤兑一空 拿到各种补发款这样的人们 马上购买久以渴望的商品 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中百一店 1967年1月1日至8日的总销售额 比上个月同期增加了25.1% 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36.3% 1月8日上午 中百一店一开门 早已厚在门外的人潮一涌而尽 300多人冲向了缝纫机柜台 100多人冲向了自行车柜台 手表是最热销的 甚至平常不大有人买的400至500元的 进口手表也几乎销售一空 高级尼容衣料的销量更是成倍的增长 许多商品脱销 由此又造成了市民的恐慌心理 一些市民甚至抢购 囤积 煤球 草纸等日常生活用品 上海的住房极其拥挤 抢占房子也是经济风的一个方面 徐汇区天平路有200多户抢占了房子 长宁区天山房管所一个星期就把1600间平房 可以住1200户全部抢卿 本来岌岌可危的上海市委 实行经济问题放松些的指导思想以后 加速了自己的垮台 张春桥等敏锐地看到了对他们有利的时机 就鼓动坚持政治造反的 龚总司对经济造反者重拳出击 1月7日 龚总司在国眠31场召开会议 讨论经济主义风潮 王洪文提出必须制止 他要求龚总司马上发传单 当夜 以龚总司的名义 发出了紧急通令的传单 呼吁工人不要脱离生产岗位 不要抢占住房 不要为工资造反 矛头要指向走资派 龚总司要大家回去动员工人 把领道的钱通通的退回去 1月8日下午 30多个造反组织在锦江饭店开会 讨论起草了制止经济主义风潮的紧急通告 陈匹显让朱永佳坐在自己的旁边 记录会议发言 朱永佳将大家的发言归纳为10条 修改后定名为紧急通告 陈匹显最后审定 1月9日 以龚总司为首的 32个造反组织署名的紧急通告 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同时发表 紧急通告指出 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 抓革命促生产方针 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 同时又要坚守工作岗位 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动员到各地的上海工人 机关干部 和各单位工作人员立即回护 搞好本单位文革 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各单位当权派签发的 外出串联证明立即作废 各单位发出的串联费 由当权派签发者追回 除了必要的生产经费 工资开支 文革经费 办公经费 和其他正常开支以外 各个企业 事业单位的流动资金 一律冻结 保证国家经济不受损失 关于工资调整 工资补发 福利待遇等 放到运动的后期再做处理 不准任何人强占攻防 以入住者限一周内搬出等等 1月1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给上海32个造反团体发出贺电 贺电说 紧急通告 好得很 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 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号召党 政 军 民 各界 号召全国工人 农民 革命学生 革命知识分子 革命干部 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 一致行动起来 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1月11日 毛泽东要求向全国广播紧急通告 人民日报转载并且发了编证案 同日中共中央颁发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 通知说 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转移斗争目标 挑动不明真相的少数人大闹经济主义 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斗争 他们用各种经济收买的手段 企图把一些群众引向经济主义的邪路 不顾国家利益 集体利益 长远利益 单纯追求个人的暂时利益 他们不但要恢复 而且要扩大过去的关于工资 福利制度中的一些错误措施 他们煽动一些群众要晋级 加薪 随便向国家伸手要钱 要物质 他们煽动前几年下放到农村 业已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回到城市 提出不合理的经济要求 有些机关企业 事业单位 不按国家规定 强行到银行提款 地赋反坏右分子 也趁机妄途扰乱国家经济生活 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央认为必须立即制止这种 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 立即制止这种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 中共中央这个通知发布以后 上海的经济主义风潮还没有停息 1月17日 上海织农工人回护造反总司令部 组织六七万人到人民广场静坐示威 并且带上了大量的被子草包 要求张春桥 姚文元接见 他们说 我们是老工人 不属于当年精简下放的范围 中央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 不针对我们 他们高喊 一天不见 一天不散 我们要复工 我们要饭吃 问题不解决 死也要死在人民广场 工总司对他们软硬兼施 这些人终于屈服 在强大的工总司面前 他们还是弱势 经济主义风不仅在上海一地发生 湖北省长张体学在检查中承认 1月风暴席卷全国 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派孤注一掷 丧心病狂地掀起了反革命的 经济主义妖风 在这一时期 我又犯了推行 反革命经济主义的严重错误 我说了 娃娃们要热闹些 多给几个钱 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 把文化大革命这场严肃的政治运动 引向了经济主义的邪怒 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 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声势 各地抓捕了一些 搞经济主义的群众组织头头 解散了这些组织 经济主义风被压了下去 然而 广大劳动者 对自身权力的要求是压不住的 到1968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不得不颁布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 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 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 中发6810日1968年1月18日 其中重申了关于工资 福利 奖金 附加工资 补贴 以及临时工 合同工 轮换工 外包工等 关系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 运动后期处理 还威胁说 一切革命群众都要提高革命警惕性 识破阶级敌人 利用反革命经济主义 破坏革命 破坏生产的阴谋 坚决把那些隐藏在背后 进行挑动和破坏的坏人清查出来 交由革命群众组织和专政机关严肃处理 情节特别恶劣的 必须依法惩办 从这个文件来看 经济主义和反经济主义 实际是国家利益和劳动者利益的博弈 国家要维持计划经济体制 只能用强力来打压劳动者的合理诉求 但是职工的合理诉求一直没有停止 内蒙古石拐工 煤矿工潮就是一例 1969年春夏之交 矿物局革委会在清理过期档案时 发现一份文革前煤炭部下发的文件 要求提高煤矿工人的附加工资 井下每人每月增加6元 井上增加4元 这对于月薪只有40多元的工人来说 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但是乌兰夫当时以财政困难为由 没有执行这个文件 消息传开 全矿5万多工人向革委会施加压力 要求补发这笔钱 由于数额太大 革委会不敢做主 于是工人长时间罢工 全矿工人十分团结 本来已经分为两派的群众组织 并肩作战 在数万工人的围攻下 旷革委会主任杨秀和副主任吕华 前者是领导干部 后者是工人造反派的代表 同意在提款的文件上签字 另外一位副主任军代表不同意 最后 款提了 也分了 工人皆大欢喜 但是好景不长 1969年12月19日 中央对内蒙古全面军管以后 军管会对旷革委会突然袭击 由全副武装的军人包围了大礼堂 当场逮捕了杨秀和吕华 宣布周恩来代表中央对工朝的定性 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主义妖风 是性质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杨吕二人判处此行 补发给职工的工资 再从工资中逐月扣回 以后再次进行 请订阅 您这是姿劳湖的军事件 这次做好处 便宜